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一下N&RM 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上海妹》的演艺人生 上海妹生于1909年,出于1954年的9月16日 上海妹的原名叫做颜絲庄,她是广东中山猿人 但她出生的地点不是在中国,是在新加坡 她是一位粤剧演员 上海妹的爸爸是明宁太子友 她的丈夫就是丑生半日安 而她的轻掌就是嘉靖巴颜虾 上海妹以擅长演员表演一些温柔 严肃的悲剧人物 她的演出相当细致,细腻,咬字清晰 她自创的反线中版,唱起来软软幽缘 很多人都称这种唱法作《妹康》 上海妹,她是生于一个离原的世家 她自幼就跟随父亲学艺 曾经受学于蓝花蛋、余秋耀和铝花蛋、省省裙 她六岁开始就已经踏上台版演戏了 她自小就在星马南洋一带,在各地走浮演出 1931年,她就受评于司马增 去到美国登台 在期间,她结识了司马增的徒弟 半日安,就跟半日安相当之有好感 拍起拖,日后还结成夫妇 1930年代初期,香港粤剧《男女同班制度》 就开始解禁了 不需要男人只能表演男班 女人只能参加女班 可以男女同台演出 上海妹和谭兰卿 就投身去了马斯增组织的太平剧团 演出的剧目包括有《龙城飞掌》 《角色天香》等等这些剧目 后来她们还受到唐雪卿的赏识 招插上海妹和半日安 一齐加盟《角仙声》剧团 《角仙声》剧团是涉角仙负责的 加盟后就和谭兰卿合作演出 后来更加成为《角仙声》剧团的唯一 《角仙声》剧团的剧团的剧团 等等这些著名的剧目 上海妹和涉角仙 和半日安合演的那套《胡不归》 就更加大受欢迎 而且还被观众认定为 他们演的这一个版本 就是原装的《胡不归》 在1941年圣诞节 香港就沦陷了 第二年 上海妹和半日安两夫妇 演霸了《日志剧团》的班旗之后 就离开了香港 就走到当时中立的澳门 因为当时澳门属于葡萄牙 葡萄牙是中立国 所以澳门也是中立国 相对来说就比较太平 他们两夫妇去到澳门之后 就先后组织 或者加入了国华剧团 国寿年剧团 新马剧团 和好景剧团等等演出 不久了 两夫妇又离开了澳门 就回到内地 回到内地之后 就和薛角仙的第二小生 吕玉郎 和吕颜星 四个人夹份 埋班 成立了一个大中华剧团 这个大中华剧团 并且主要演涉胎的剧目为主 和平之后 过了几年之后 和平之后 香港就回到太平 两夫妇 薛角仙半日安 就齐齐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 当时 任者任劍辉 和白雪仙也都是由澳门那里 去了香港 就 重新组织 他们两个就参加了新星剧团 郭仙星剧团 郭华剧团 感天花剧团 和麗春花剧团 这些学劇团 他们两个都曾经参加演出过 他最后的粤剧舞台演出 就是1953年10月 帮麗春花演出的 《七月半星》 和《红楼梦》 演完这两个剧目之后 自此之后 上海妹就 一病不起 没办法再登上舞台演出 直到她病逝 离开人世为止 今天和大家分享 上海妹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告一个段落 休息一下 明天我们会继续 上海妹的演艺生平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 点赞 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m频道 下一集见 拜拜